北斗翁,快信,今天有几則新聞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包括利峰的私有化進度, 港燈的股價,ETF的風險,加上熱錢流入如何影響恆生指數等等的新聞,我們今天就想討論一下。 今天第一則新聞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利峰的私有化進度。 現在的利峰的股價其實是做得相當好,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最近利峰正式推出了建議私有化的計劃書,當中有一些獨立財務顧問, 他們就一定要說些話去說服其他股東肯接受私有化的建議。 當然內容裡面當然是說價錢合理,因為現在的外國環境差了,利峰也未必可以賺到錢等等的因素之下, 希望其他小股東能夠接受私有化的建議。 現在我們看一個建議,令到股價有沒有什麼變動呢? 在這幅圖裡面,你看到這條紅色打橫的線,就是我所說的私有化價格了,就是1.25元。 如果它剛剛公佈了說要私有化的時候,其實當時還有很大的水位可以讓大家走盞。 介乎在9毫至1.25元這個水平。 但是你最近看到利峰的股價在這幅圖裡面,就是慢慢慢慢升上去。 現在就升到大概1.14元或者1.25元左右。 就是說你最後,如果你想吃完這一口水的話,只有1毫子的水位讓你走。 但是,還是要說一句,私有化不一定會成功的嘛。 雖然現在看上去,表面上來看是樂觀的。 但是也要去到5月10多日,他們開了股東大會之後,才可以正式公佈到底是成功與否的。 我也很心急想看看,到時最重要的成績出來,是私有化成功還是失敗了。 第二則新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我最近就出去了旺角那裡走了個圈。 剛巧就很幸運經過這個仙達廣場。 就這樣在外面看進去,或者是看表面的雙鋪,很多都已經結束了營業了。 這個場應該是現在相當冷清的。 即使我看到街道上,人都算是多一點的了。 但是始終跟以前比較,是差很遠的。 另外我也走過去女人街那邊,發覺原來在女人街在下午4、5點的時候, 理論上應該陸陸續續開檔了。 但是我看到有相當的舖位,或者是攤檔,基本上是不開的。 所以形成一個比較冷清的格局。 這個格局什麼時候會完成呢? 我們都不知道的。 盡可能當然希望疫情過了之後,那些人的生活恢復,那就最好了。 前一陣子說起海港城的公司,1997,這個九龍倉置業。 他們的盈利是會受到衝擊。 這個衝擊仍會影響到其他公司的。 包括我最喜歡那兩家收租的股票。 包括了這個太古地產,以及恒隆集團,或者恒隆地產。 這兩家公司都在香港有龐大的商店。 他們都是要收租的。 但是現在疫情的影響似乎麻煩些少了。 陸續續公佈了業績之後,都會反映出來的。 其實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說的就是, 疫情過了之後,其實有一個後遺症在。 而這個後遺症可以是拖到很長的。 你想想,如果有一個人他原本是在疫情當中很有錢的。 但是他沒辦法出去花錢,那就沒得說了。 但是疫情之後,可能世界已經是180度轉變。 到時可能香港經濟很差。 這個原本有能力買東西的人,可能他都會失去一份工作,失業率上升。 到時就算他手頭上有錢的話,他根本就不會去花錢。 所以這個後遺症可大可小的。 究竟要拖到多久才會好呢? 相信可能要去到7月8月甚至9月份呢, 才可以慢慢看到香港恢復元氣的。 但是到時來講,2020年已經過了一大半的了。 應該今年來,成績都不方好。 大家要作出一個最壞的心理準備了。 第三則新聞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就是ETF7200和7500的解說。 為什麼我要說這件事呢? 因為曾經有朋友問過這個問題, 但我遲遲未覆,現在有機會再說出來。 這個數字我們不要管它和今天有什麼分別。 總之有一段時間恆生指數就在24300點這個水平。 而當時呢, 7200的造價就是7.29元。 而這個7500的造價就是7.59元。 好了,我們來一個假設, 如果恆生指數跌了1000點, 那會怎樣呢? 我們看著吧。 假設恆生指數跌了1000點的話, 那就是跌了大概4.11%。 理論上呢, 這個7200就會跌得深很多了,會跌兩倍。 所以呢, 它的股價就會由7.29元跌到6.69元。 另一方面,7500因為它是反向的嘛, 所以它理論上會升8.22%, 去到8.21元。 好了, 接下來,如果第二天再跌多1000點,那又怎樣呢? 這次再跌多1000點的話, 恆生指數的波幅就是跌了4.29%。 將它乘2的話, 就是7200和7500的股價會進一步跌低, 或者會再升高。 譬如好像7500就會升到8.91元。 好了, 另一個試驗我們想知道的就是, 如果在一天之內跌2000點的話, 會怎樣呢? 這當然是一個恐怖的日子啦。 如果真的跌2000點的話, 整個恆生指數一日之內就跌了8.23%。 如果照這個正常情況來說, 將它乘回大兩倍的話, 就是這個7200和7500的股價的變動了。 那麼你看到的變動, 哪一個得人害怕些呢? 是一天跌1000點, 連續跌兩天, 還是一天之內跌2000點會得人害怕些呢? 告訴你, 是逐天逐天跌是會得人害怕些的。 所以這一個就是ETF的主要玩的方式。 但是它裏面的餡, 大家要小心點, 是很模糊的。 這些都是一種比較風險高的活動來的。 所以大家買ETF的時候, 最近你也看到有很多出了事的啦。 所以買這兩隻的時候, 大家都要謹慎再小心啦。 第四則新聞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這個港燈啦。 有讀者問准許回報率已經降低了啦。 為什麼港燈的股價好像又不是跌得很厲害? 其實是對的。 你看看現在港燈的股價 都保持在7.99, 其實算是一個高位來的。 如果它站在高位上的話, 當然有它的理由啦。 理由就是, 雖然准許回報率是由10%跌到8%。 但是你要記得這個透明度是很高的。 在未開始減低這個准許回報率之前, 已經是不斷有人放風說的了。 所以大家都已經有心理的準備在這裡啦。 另外, 現在它的股息回報率就達到4%啦。 比起其他公司可能就沒那麼高啦。 但是作為一個公用股, 作為以香港為基地的一個發電公司的話, 其實它4%的回報率算是不錯的。 理論上就肯定好過放在銀行啦。 另外,就要看一下它的股價的波動性啦。 它全年最低位就跌到7元。 那麼呢,最高就去到8.1元。 那麼現在呢,大概是8元的水平呢, 就貼近這個全年的高位啦。 所以如果要買這個 公司的股票的話, 其實是可以再等一等的。 你說它有沒有機會跌下來? 肯定有機會啦。 慢慢等下呢,就自然會有的啦。 另外呢,就是港燈因為跟政府簽了15年的 准許回報的計劃嘛。 那麼這個呢,就去到2033年的。 那麼在這15年裏面,如果有人說, 啊,我想找一個很長線的投資的話。 其實這個15年的保護期呢, 就是足夠長給你去做投資的啦。 那麼理論上呢, 港燈的表現應該會相對穩定的。 因為它沒有其他的業務在海外嘛。 只是靠香港而已嘛。 只要香港 不要有任何什麼大型的 壞的事情發生的話, 理論上它做發電公司呢, 是應該代代平安的。 另外,政府呢,其實對港燈都不錯的。 它也都給了一個五年期的計劃給它呢, 是可以給它投資在一個 延氣的發電身上的。 那麼,令到它呢, 就可以總投資額呢,是高到266億的。 那麼這個266億的投資額, 當然都是在准許回報率的範圍裡面啦。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266億投資下去的話呢, 有8%回報率。 將來呢,這個項目的回報率呢, 是高達21億的。 所以短時間,我們這個港燈呢, 很可能的利潤呢, 受到現在的經濟的困局影響啦。 但是再長遠一點的話, 如果疫情沒有了呀, 我們香港回復平靜的話呢, 其實它是可以有增長都不出奇的。 那麼你會問, 咦,那什麼時候才是投資的好機會呀? 我就覺得如果有機會跌回到七個半的話呢, 可以嘗試一下買一下。 因為你看到它那個股價的波動呢,是比較狹窄的。 都是在七元至八元之間的嘛。 那麼,所以著墨點就是, 不如就在七個半這裡下手啦。 那麼,如果你是覺得這間公司是穩陣的話, 那你就可以買下去咯。 尤其是住在港島的那些投資者呢, 買這間公司就最適合不過的啦。 第五則新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就是我們之前所說的拆息啦, 就回落了啦。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影片的話呢, 都知道我在4月24日呢, 出了一條片, 而其中一段新聞呢, 就說到我們香港的拆息呢, 是跌了的。 那麼這個跌了呢, 你不要以為是小事呀, 或者不關自己的事呀。 其實就不是的。 那你見到這一幅圖呢, 在4月24日的時候呢, 其實恆生指數呢, 算是屬於在低位徘徊的。 是不是? 那麼之後呢, 恆生指數就不斷向上升啦。 不要被這幅圖的 誇張的波動就影響到。 其實呢, 升幅又不是想像中那麼大的而已。 但是這個不是最update的資料啦, 大概都升了700幾800點的啦。 但是這個700幾800點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暫時都還未可以確定住。 另一個消息呢, 不過可以支持到我們香港的股市向上升呢, 就是因為再有熱錢 流入香港了。 所以金融管理局呢, 又要再去接這些美元啦。 所以它呢, 就要再釋放多106億的港元出來的。 所以呢, 令到我們現在香港的 銀行體系結餘呢, 就會升到去847億。 我之前說的時候呢, 應該是只有600幾億的而已。 所以你看到現在我們香港的錢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就證明呢, 有些錢是不斷拍進來我們香港這個地方的。 所以錢多了, 那麼同業拆息自然就不會貴啦。 那麼自然就會跌下去啦。 那麼這個 同業拆息跌的話呢, 那些錢停留在香港, 究竟它做些什麼呢? 我不相信它就會這樣放在銀行啦。 可能有一部分已經拿出來呢, 就是放在股票市場上面的了。 所以最近的恒生指數可以升得那麼緊要的話呢, 理論上某部分都是因為這些熱錢的影響。 但是你記住, 這些熱錢來得快, 亦都可能會走得快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尤其現在我們有這個五窮六絕呢, 就陸續來緊的了。 所以在這兩個月裡面的投資方面呢, 大家都要謹慎再小心啦。 多謝各位肯花時間去欣賞我這條片啦。 那麼在這裏呢,希望各位如果看完這條片之後可以幫我按一按廣告呢, 那就最好不過啦。 另外呢,最近我那個訂閱的人數呢, 增長率就放慢得非常之緊要的。 那麼我希望各位如果你們還沒訂閱的話呢, 其實按個按鈕給一下面, 訂閱一下就行了啦。 另外按一按鈕, 你們就會收到我最新的消息啦。 當然不少得你們看完這條片的支持啦。 希望你們給個個like我, 那就最好了。 最後當然要祝各位身體健康啦。 多謝啦。 拜拜。